好,各位同学,这个单元我们来提这个余式定理的一些应用 我们大概会举几个例子 首先呢,我们先来看看 上个影片呢,我们已经这个说明过余式定理的这个定理 它的内容是这样子 那关键就是什么,要把X令为A分之B 如果你是AS-B的话,就令S是A分之B 然后把它带进去 那是不是每一种题目只要求余式,我们都把它带进去呢 那我们来看看一个反例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例子 各位有没有看到六次方 然后我要问你F of 6 也就是要问你怎么样 把F of S F of S除以S-6的余式 对吧 那根据余式定理呢 我们知道呢,我们要带6进去 我们要带6进去 可是呢,同学 你知道吗?带6进去 带6进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可以想象得到 六次方嘛,对不对 带6进去 天哪 应该是会疯掉吧 会疯掉 所以不要不要不要 那这个题目我们怎么做 那我们回到原来 刚刚讲的 你的F of 6是什么意思 F of 6就是F of S 怎么样 除以F of S除以什么 除以S-6啊 所以像这种直接带进去会疯掉的东西呢 我们当然是不能直接带进去 我们要回到原来的状况 我们就用长除法 或者是综合除法来做 所以你看 有的时候用综合除法做 有的时候用直接带入做 那就是说 像这样子的题目 太 带进去的话会太复杂 我们就直接用除的 好,来 综合除法我们来看看 好,把它呢 什么 被除式写出来 除式写在右边 好,一步一步来 5掉下来 然后呢 这个5,6,30 好,相加 负2 负12 加起来 2 12 20 好,加起来 好,我们一步一步来 所以呢 你会发现 诶,我的余式就是5啦 这个时候 F of 6 就是多少啦 就是5啦 就是我的余式啦 所以各位 有没有看到 你要知道什么时候 带进去 什么时候不要带进去 好,以上是 一个反例 我们用综合除法来 求出他的余式 所以各位同学 你要比较上一个影片 那什么时候该带 什么时候不要带 OK